从我们的URL参数的这个方法里面传递 里面的话连接 然后按下Button的时候的话 我去做这个方法 PostStream的方法 本来是GestStream的方法 底下的话基本上 我们就是产生一个HTTPost 然后这个名称的话 我们叫HTTPostRequest 然后并且把我们上面的字串放进来 就是告诉他说你那个JSP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如果不是JSP、ASP、PHP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反正他会Response结果给你 那再来的话我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List 那这个List特别重要 这List主要是因为我参数不止一个 那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这个地方我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那清单的名称里面会用到一个叫NameValue的PAL 这个也是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 然后把这个清单放进来之后的话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我们的 就是把我们的参数放在这里 用Add的方式加到这个清单里面 然后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它对应到那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JSP里面 丢过来之后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先确定一下你JSP 里面要get的到的这个名称 跟这个名称一定要相吻合 否则你丢过来东西 它接不到就会产生Arrow了 OK那这边的话呢 两边是要对应到的 所以我第一个参数这个 那里面的值的话 那我刚测试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要一直Key 我每次要Key的话 所以我这边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EDT 这个是01 0.gat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